澳洲有一位获奖无数的原住民族 Murray族的艺术家Meller 他在过去十年间成为国际知名的 新锐艺术家 他一系列创作就是要展现殖民 对原住民族土地跟文化所造成的影响 这幅有着中国青花瓷风格的画作 笔触细腻 可以看到澳洲著名的袋鼠吴卫雄 画面中央画着几位原住民族人 正在进行仪式 这一幅是原住民族艺术家Danny Meller 在2009年赢得全国原住民族 及托雷斯海峡岛民艺术奖的作品 取名为《从仪式到祭典》 在昆斯兰大学举办的 《异国谎言神圣连结展览》 展出了Meller过去十年来 所创作的五十多件作品 这些作品都是Meller深入探索 他会在北昆斯兰雨林中的 原住民族根源的过程中 所受到的启发而创作 除了绘画作品之外 这场展览也展出动物雕塑 盾牌甚至动物标本 艺术家大量使用 维奇伍德茨兰 来代表殖民对北昆士兰 郁郁葱葱的自然环境的影响 我非常关注于Spoden 和Wedgewood 在这些社会的艺术 使用色彩色的色彩色 这个 Dharma作品 我用了那reat的艺术 由美人所说意识 昆士兰大学美术馆的馆长则表示 像这样的展览 不只是被观看 和欣赏的艺术 更多浓視 和深層的教育意義和價值 這場展覽在昆士蘭展出後 還會到墨爾本以及達爾文展出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參觀 並且思考藝術家透過作品 所要傳達的訊息 記者讀戲 林波紅編譯